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三萬破證 拉金控股 这个议题在 过年前我有跟大家提醒过 大家那时候没有印象 那时候我们来看大盘 那时候在过年前的时候 这边也有出现一段 那个时候只涨银行股跟台积电 大概就在附近 我会忘记是哪段时间的 那个时候我就提醒过大家 就说拉金控股不是说不好 稳排嘛 就指数的观点来看的话 拉金控股我相信无可挑剔的 那为什么金控股会这么强 当然最主要 绝大部分的散户投资朋友 它是没有金控股的 所以也可以凸显出银行股 金控股筹码的稳定 那事实是如此 别忘记得我上周提醒过大家 提防法人这种拉东出息的手法 大家们去看看 就说你看今天大盘 如果说没有这个金控股的这个拉 我跟你讲今天肯定跌幅超过200点以上的 就是因为有银行股的稳盘 所以导致说今天还可以留下上百点 一百多点的那个下影线 所以我这边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我觉得股票市场是这样子 就是说明知所向 比如说我们今天打个比方好了 就像前两年封了那个银行 在那个航运股的时候 哇只要看到航运股涨 我跟你讲那话不说啦 先股涨再讲 有人会说银行那个航运股不好吗 因为我都买银行航运股嘛 对于满手有航运股 有钢铁股来讲 他看到航运钢铁股涨 他当然心情会好 可是为什么现在银行股 你看哦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去特别留意 你看今天金控股啊 档档 我跟你讲这个四大天王 全部都创新高 你看华南金 创下波段的新高 2883的开发金 有没有看到 平新高 2886的招峰金 有没有看到 创波段的新高 有没有看到 好你们这里面自己去看 2890的 还有包括这招峰金 也是创波段新高 都是创新高 还有2892 互盘有功啊 真的如果要颁奖的话 真的全委盘叫来颁个奖 就说有功于什么党国 可是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说为什么每次只要银行股一涨 这个市场上就会产生一些 所谓的资金的排挤效应 你看哦 我这边有写到一点 要提防失望性的卖压 为什么说要提防失望性的卖压 最主要就在于说 因为这个主流并不是大家所期待的嘛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有个类股豪弱啊 叫什么 半导体啊 持续的破底 你看南亚科啦 包括像那个滑邦店啊 其他的我又不用去多多提了啦 别忘记哦 这些像这个南亚科啦 滑邦店这些股票 股本都很大哦 你看哦 这个滑邦店300多亿哦 这个不算小公司吧 当然我们可以说啊 因为被什么什么调降啊 整个半导体是看坏等等等等等等 当然有人会把这个 作为一个过度的这个解读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不是在这里了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 在一个创新高 跟一个反向破底的这个当下 你看哦 今天打个比方好了 假设你手上有南亚科的 你会因为看到 第一金创新高 你心情会好吗 我又要买第一金啊 但是我手头有这个 你说你笑得出来吗 这是为什么之前我在节目上 我跟他提醒过嘛 就说现在这个行情 为什么要调整策略 为什么我要多空多做 原因就在这里 事实证明有些股票 他还是会涨的 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我跟他分享过的 可能很多人没有特别留意 你看上个星期 我不是有点名有四档跌升了吗 这四档股票 今天最强是同志涨停板 当然不是说每档都涨啦 你看包括这个滑旋 有没有跌 没有跌 这我上礼拜有提醒的哦 还有包括2428的心 心情稍微弱一点来 同志最强嘛 还有包括6462的这个 神盾 你看这些股票都是什么 都是跌升的股票 股价虽然都是超过100多块了 但是你看哦 在今天大盘 开盘将近重挫200点的情况之下 我上个星期有点名这四档 我这边都有做笔记的嘛 反而今天这星期弱一点 其他你看最强的就是这个同志 涨停 这都符合我讲的嘛 为什么涨多的要短空 跌升的要低接 以同志这种情形来讲 它都符合什么 跌升的要件嘛 买买就要买这种 大家懂了吧 也许你觉得说 周老师这个跌那么深 可能基本面有什么什么什么 我跟你讲 投资朋友 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涨涨跌跌啦 在整个基本面条件 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情况之下 原本300块的股票 现在只卖了150 你买不买 相对的道理嘛 所以现在这个行情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今天我们看到银行股这样拉 其实我老实跟他讲 其实我蛮担心的 因为这让我想到 在今年过年前 也是发生一样的情形 结果过完年后之后 你看大盘是不是先反弹个600点之后 你看后面杀个1000点 因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什么 的轮动 所谓健康的轮动 不能够把筹码单压在某一个类股身上 这样定高级大家听我的意思 这股票市场它毕竟是一个 它不是说今天只为了某档股票挂牌 这里不是越南 你说越南或者是柬埔寨 像柬埔寨他们的股票 有啊 问题是很少 好像只有四档还六档 而且都是公家的什么自来水厂 电厂 你当然没得选那你没办法 问题是台股不可能只看台积电吧 不可能只看连电吧 不可能只看红海吧 对不对将近2000多档股票来讲 它要一个良性的轮动嘛 这样子的良性的轮动才有可能把大盘再推向一个更高的巅峰 问题是现在这个情形是没有的 现在反而是个很分歧啊 创新高的走自己的路 你看第一金赵丰金这些 我这是七八的怎么样 反正你们散户不买嘛 我就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但是爹不成娘不爱的 啊这样就麻烦了 你看什么南亚科啦 保盲店这一些 你看有如过街老鼠一样往下破底 我要告诉大家哦 这个会不像这个半导体 像华邦店南科南亚科这种股票 只是刚开始而已哦 还没结束哦 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 要提防失望性的卖压 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嘛 当我看 当我盯着指数在看的时候 诶 奇怪今天又落100点 对不对 但是有什么我的高票这么严重 对不对 为什么我的股票这么弱 我现在只是随便举例啦 因为今天弱的股票太多了 你看包括像我们4966的普瑞啦 你看这高价股也在杀 还有你看华琴这个也在破底 太多了 我就不一一去点名 大家有空自己去研究一下好了 我现在就在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 大家懂吗 大家一样都是在这个市场里面交易嘛 你没有买金控股的 没有买银行股的 你可能感觉不到啊 那对于那些拥抱电子股的人来讲 还要看报到什么股票啊 也许你现在报到创委 也许你报到资源这些股票 你没感觉 对不对 反正也没跌啊 对吧 这个老师说我摸这些股票 安啊 蚊啊 是啊 你就不要遇到法人开始在干嘛 调解啊 很多股票是慢慢轮流来的 大家懂吧 也许还没发生的事情 不表示它不会发生 这个就是现在我觉得 同志们你一定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你赚了指数而亏了股价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应对的策略 还是你选择等 我跟你讲啊 我知道十之八九的人选择等啊 但是就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 等是绝对错误的 等解套 那看你买在哪里啊 你看哦 这一波 我觉得最可惜就长龙 你知道吗 很多人长龙是不是套200 结果后来这一波长龙 反弹到171 我问大家好了 本来你一张要亏十几万了 后来反弹到171 只剩亏3万 为什么还是很多人不卖 很奇怪对不对 本来你到这边你已经一张亏十几万了 好不容易反弹称称称称称称了一年多 终于来到170 我跟你讲还是有人不卖啊 这是真的喔 所以我可以理解得到就是说 对于大多数的投资朋友来讲 我觉得他们现在很欠缺的是什么 他搞不清楚他的股票没有机会回到成本啊 所以绝大部分的投资朋友是选择等 你看上礼拜有人跟我问这个股票 大力光 我只问他一句话 我说姐姐如果大力光在创新低 你有什么打算 他说不出来啊 那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他会创新低 当然跟营收有关系 当然我告诉大家好了 这个就是技术啊 这就是技术形态他告诉我们的一个结论嘛 他懂我意思吧 但是很多投资朋友他并不懂啊 他不懂什么叫头部 什么叫底部什么什么事 反正我只要手机拿起来搜寻大力光 没错啊还有贪钱啊 那我为什么要卖呢 再看看其他老师讲说 哎呀大力光是在这边很低啦 你看外资都在买等等等等 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啊 你很难去解释 为什么今天大力光持续创新低的哦 你很难去解释的哦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买 你要做多的股票 跟你要做空的股票 你要把它区隔开来 我一直强调很清楚 有些股票你不要以为 好像跌很深的就可以买哦 我打个比方来讲好了 我们就再聊华邦店就好了 也许你会觉得说 哇 最好是这Gopio店头 怕它半年限加来啊 止跌了吧 但是别忘记我上礼拜 跟大家提醒过啊 这么大的M头高档 加上两个高档都爆量 中股票基本上来讲哦 只适合拿来干嘛 做空不适合拿来做多啊 可是听得进去的人 毕竟不多啦 来 3月31号华邦店心态移转弱符合做空的要件 空手的建议316318卷空 我没空到最高点啊 3月31号在这里 我知道定人会说 哈 这招式里面有没多厚 我们把人都扛在最高档 你怎么控最高点 停卷啊 停卷啊 你是只能等到它开放之后啊 那懂我意思吧 很多很多投资人士搞不清楚 就是觉得说 哎呀 要扛就是要扛在最高档 我跟你讲错了 那你看之前很多空资源空在最高点的 你以为这边是最高点的 你以为这边最高点越空越高 有什么意义的 不是这样子的 做空的方式跟做多的方式 它其实原理很类似 但是呢 手法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没看到 好 3月31号通知做空 今天的华邦店直接跳空下嘛 我们一样持续加空 我们看到29块8 29块7一样 今天持续做空 持续做空 为什么可以加空 因为它持续走落嘛 为什么不能空 你们以为它这样就落底了吗 你们以为越战争落底了吗 这边像底部吗 不像吧 你要知道这种大型股的底部啊 是很容易研判的 一样不就像这边打一个小W底 对不对 不然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之前 可来底部 而且你看丑马这么的乱 大家知道 所有的底部都是架构在亮朔 大家懂吧 这种情形没有出现之前 而且你看 我们看MACD就好 你看这个能量柱这么大 破前递必有新低 怎么可能跌得完 已经跌晚了 这就是做空减的每个 大家懂吧 这种情形之前 来 之前也有人质疑过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来 这是我们更早之前的操作 这道滑金科 滑金科会没空在最高点的 可是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啊 当它一转落 当它支撑一破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绝大的空点 所以你看到在2月21号的时候 你看这是过完年后做的 我们看到48号487 过年前那一段我就不再讲了 其实滑金科我跟他很有渊源的 过年前也空过一段 过年后再空一段 过年前那段我就不拿了啦 我们就看过年后你看48号487空 然后呢2月23号 464 465持续的加空 持续加空 3月1号先回补完呢 再44块回补 先赚个7块2的价差 之后又反弹 持续在3月4号再把它空回来 44.2 44.5 3月4号 然后呢在3月7号持续加空 422 425 一定要记得一个原则 只有做对的单才可以加空 这是个大原则 一直到3月9号全部回补 再40块 你看两趟单 一趟赚7块单赚7块2 14块多的价差 3059的滑金科 就这一段 挥补完之后你看那反弹 就出现反弹 大家懂了吧 就说我们做空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等它确定要走路的时候 再去执行出手 那个时候你获利的速度 就会特别的快 这是一个大原则 所以你看哦 再把时间拉回到我们上个礼拜去做空滑芒店 它上个礼拜在年线这个附近 进行一个稍微震荡整理 又如何 看起来是整理对不对 但是不是这么去看它的 筹码的问题 这么大的M头 怎么可能跌个两天就结束啊 我先不去提他们这些降频的问题嘛 懂吗 先不去聊这个问题 光一个筹码面 就注定了它要拉回的结果了 所以你看为什么去空滑芒店 原因就在这里 大家懂了吧 大家懂了 当然滑芒店不是我们做空的唯一的标的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 只是说 要让大家了解到就是说 今天 为什么有些股票 我点名可以做多 就像我们刚刚看的 像这个同志 为什么这些股票可以做多 就符合我讲的嘛 因为现在大盘的操作难度变高了 涨多了不要追 而是要拿来短空 它跌深的少量的低阶 我认为 在整个低跟高之间 你只要把分寸拿捏好 亲爱的 加差就是你的 我们不去讨论你到底 有没有买我节目上分享的股票 甚至于说你看 上个礼拜我分享的这份资料 我平时讲 我满自豪的 你看这三档股票 今天没有一档跌的 今天没一支跌的 都收红哦 别忘记今天大盘 一开盘是先杀200点 你去看看我送的这三档股票 那不要说赏 好不好 我们算是个经验的分享 优质潜力股 第二份 这资料股票 我跟你讲 你有去看的 有到这个粉丝专业去看的 给我做个签证 这三档股票今天没有一档跌的 还收红 你说神不神奇 这不是神奇啊 而是说今天很多投资朋友 就是做空跟做多啊 看别人赚都很好赚 结果发现他自己赚好像不是那么好赚 那是因为你把整个的布局方向 还有你的资金调配 你把它搞错了 很多人是涨多的继续追 跌生的 我不买 结果没想到那些跌生的会大涨 然后涨多的没想到一买就套 他搞不清方向啊 他不知道法人会调节啊 他不知道法人会趁这个时候干嘛 震荡出货 他不知道啊 所以很多涨多的股票 看起来好像今天还在涨 我告诉大家 不是这样子去看事情的 要提防失望性的卖压 这个失望性的卖压 不一定是来自于散户啊 这个失望性的卖压 有可能就来自于法人啊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上礼拜为什么要提醒大家 要特别留意 所谓这个法人的弃养卖压啦 好了我们先进晚休息一下 大家回来聊其他的股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成通土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照 带您领先动息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土库 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外籍家庭看护工受疫情影响无法来台 家庭照顾谁来分担呢 新聘外籍家庭看护工 因疫情未能如期入境 或原聘外籍家庭看护工 回母国休假未能返台 只要被照顾者经县市政府照管专员评估 属长照需要等级二级以上 就可申请使用各项长照服务 如有需要可拨1966长照专线申请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买房子 或卖房子的经验 911地震的那一年 我要卖一间房子 可是因为地震的关系 我们的房子就是圆面墙 哇 我也不知道怎么裂的 裂的还真漂亮就一个X型 也不知道怎么裂的 那你想嘛 你要卖房子 当人家在看房子 看那个大叉叉在墙上 肯定被杀价格的 对不对 卖相就不好嘛 所以呢 我就找了几个师傅研究 怎么把那个大叉叉给弄掉 你说整个墙敲掉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办呢 想办法把它补掉 那大家也知道嘛 补过的墙 因为每个墙的颜色不一样 你重新粉刷过的 会特别的摆嘛 那人家看房子 为什么这个墙特别的摆 人家问说 为什么别的墙壁都不涂 就唯独补这个墙 人家也会问嘛 那我们总不能说 因为地震摇了 所以那个强力了 难听嘛 所以啊 现在的情形 就很好比说 法人为了要卖股票 没办法 我只好先把金融股稳住 稳指数 方便我卖其他的股票 这种道理大家懂吗 这道理你懂吧 所以说为什么说 现在拉近控股 如果只是为了稳盘 如果只是为了把指数 稳在一万七千点之上 看起来很好看的话 哇 我告诉大家 这后面隐含的这个杀鸡 失望性卖压一定是更严重的 那当然现在大盘 所面临到的问题 你看这张图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更新过 大概从去年十月用到现在 这几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 最麻烦的就是主流类股 认同度不高 如果这个主流类股认同度很高 那我说真的 今天我们坐在那边讨论银行股 讨论金控股的意义就不大了 那你看嘛 那为什么主流类股认同度不高呢 真的很高的话那商务怎么不买银行股 商务怎么不买金控股 对不对 再来 这种连续性攻击的类股 目前只存在银行股 其他都没有 你信不信明天的生机类股 明天的这个抗议概念股 还不一定会涨 还有现在这两天我看到一下 你看到这个没基本面的 今天又涨得很好 什么大将这一些 这种东西很难拿得出 一些基本面去聊的 还有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又开始出现了高价股的问题 那大家知道啊高价股啊 谁认养的最多 投信法人 所以你看哦 也正因为高价股投信法人认养啊 所以我上禮拜不是提醒大家 那提防所谓法人的弃养卖鸭 所以你看那时候我选的第一档 就是志勤 拿来做空不是拿来买哦 不要搞错了 我们看到3月30号空手的100到101做空 好做空 然后呢在4月1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 加空 加空一笔91到92 好那你看今天的志勤破底穿头 最低的在82.9 为什么要空他 就是因为前面的志勤法人只见不出嘛 那当大盘遇到一点危机的时候 这种股票很容易就会变成什么 法人拿来套现的一个什么 一个标的嘛 这次筹码就开始很乱 所以从这个情形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啦 当然啦 志勤只是个案 还有其他的一些法人认养的股票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 那些最近投信法人拼命买的股票 都要特别的留意 大家特别留意 好 那节目要结束之前呢 再次给他做一个提醒 就说 现在大盘啊 不是说没有主流 金控股是主流 当然如果你认同金控股是主流 我相信现在叫你去买金控股 你也必须买得下去嘛 我相信我们想要的主流是什么 还是希望集中在电子股 已经操作比较习惯嘛 哪怕涨航运股也好 哪怕涨钢铁股也好 可是偏偏这几个类股现在都不涨 所以现在大盘还是要提防 就是说他还是要回撤 就是说他会进行一个载幅的回撤 这个留着我明天再告诉大家好了啦 我只是先做个提醒 就是说上游压下游撑的情况之下 他的波动会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那这种情形啊 如果再没有新的主流出现的话 那就要特别提防 失望性的卖压 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说你今天你自己股票不小心追高的 一定要记得 趁有反弹的时候 还是尽可能的减码 不要等到真的飘下来 哇 突然那个大回马枪的时候 才在后悔没有卖股票 那当然啦 这个分寸的哪里 如果你真的无法哪里的话 当然愿意听听我的意见的 我也愿意给大家一些建议 这样你扫码加入做法师的粉丝专业 那当然就是说 你有什么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 有兴趣跟着我 多空双向的话 当然一份欢迎可以来这些洽询 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呢 都可以跟我们信上来助理进行联系 好 那其他个股的部分 我留着明天再来跟大家做探讨好了 上午的节目或下午的节目 会持续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 节目最后 与一组所的投资票呢 曹德苏丽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陈东斗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斗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库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陈东斗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斗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库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过敌尽 我超Yeper 爸爸 好 营充